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Fullman買東西呢? Fullman是一個德國的網站 主要是買樂器和錄音器材 在那裡買東西都是便宜過香港一折 就算是秘密運費 但當買回來它壞了或有問題的時候 寄回去做會不會很麻煩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半年前買了木吉他 最後就有問題寄回去 之後退錢給我 中間我一元的運費都沒有給過 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 雖然這個頻道很久都沒有更新 但我們都會陸續拍一些Cover和分享的影片上來 那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想學股或者錄音 都記得DM我 我的IG是這個 哪邊?這邊 我的IG是這裡 當我們發現買回來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進入Fullman的網站 登入之後就進入Customer Center 裡面有一個選項是Return Product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之前買過的所有東西 我們就選擇我們要換的東西 譬如我今天是壞了這部SSL2 我們就選擇 它就是選擇原因 基本上好像只有一個 但是Damage or Functional Problems 按進去之後我們就按繼續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 一開始壞還是我們用的時候壞 沒有得選擇 它一定要補充 之後我們就上載一些照片 之後就要講一講大概有什麼問題 那補充一下資料 我們在Fullman買的東西 通常都有3年的保養 我們在網站上填完份form之後 他們的職員就會E-mail跟我們聯絡 看回我的個案 我的木結他一開始 我中了半年之後 我發現它的底子爆開了 之後我每天入Fullman跟它說 那經過一輪跟E-mail商量之後 它說我那支木結他的爆底 是我人為做的 說是我撞到的 那... 我一個這麼疼結他的人 應該都不會撞到這支結他 不過他這樣說我也沒得爭 那我已經放棄了 那現在半個月呢 我又突然發現我那支木結他 的Bridge就開始了 那這個應該真的沒得人為了 那這次呢 他終於受理了 說這個是他們的Quality的問題 那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把結他寄回去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維修 那就不會收錢的 那他們寄回去是要用平油的 那就是用香港油證 那他有列明我們不可以用DHL 不可以用UPS 這些速遞的 還有他包的運費呢 其實都有個上限的 那他這次跟我說呢 就是70元歐羅 那確認了之後 他就給了他德國Fullman的地址 還有給了3份的文件我 第一份呢 就是我買東西的那張單 就是我一開始買一支結他那張單 那第二張呢 就是一個Invoice 那他就是說 你退了哪件產品 要寄去哪裏 回來 要寄去哪裏 而第三個呢 就是一個confirm的信 那Fullman的職員就跟我說 我要把這三份文件 各印三份出來 那一份呢 就放在包裹裏面 一份呢 就貼在包裹裏面 而第三份呢 就是交給我們寄的職員 給他曝光的 那些文件OK之後 那我們就要pack好我自己的木結他 那我就買了一些pop pop 子 還有非常多謝旺角的fun music 那他就給了一個木結他的紙皮箱 那我就可以寄到過去了 那我就把我的木結他包到很厚的pop 還有把我們的文件放進去 那包好之後 那我就拿了我的結他去郵政局寄了 去到的時候才發現大鑊了 那因為我知道木結他太大件 那他不可以用平郵寄去德國 我一定要用速運才寄到去德國 用速運寄去德國呢 是足足要七八九十幾元港幣 就遠遠超過了六十歐羅的這個限制 那我就拿回一支結他回家 再跟Fullman的職員再聊 本身由六十元歐羅的運費 那傾傾下去就說 八十多元都OK的 再傾下去就說 九十五元來都OK的 那最後呢 那我就寄了過去了 那就大概九十一元歐羅 那香港及德國的運費呢 是要由自己給我先的 之後Fullman就會再Claim給你 那跟Fullman談完之後 價錢OK之後呢 那我就拿了一支結他去到郵政局那裡寄 那我們進回報關那條link 之後我們進回我們的長度高度寬度 還有一些重力 那他就會立即計了價錢給你了 那在網上呢 我們要填完我們是要寄些什麼呢 裡面有沒有電池 有沒有一些違禁品 還有填完自己的個人資料 OK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去回櫃桌那裡寄的了 那我們做了網上報關 那就是我們剛剛印的那份文件 其實都沒有什麼用的了 就是給他報關那份 那油股的職員呢 都幫我把那份文件 貼回到我們的包裹的外面 那方便 如果海關如果是要check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的 那絕完之後我們就收了一張單 那上面就有我們的tracking numbers 還有我們其他的資料啦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tracking numbers呢 就把我們的tracking numbers呢 就傳回到我們fullman 和我們聯絡的email那裡 那隔了一會兒呢 他就會跟我們說收到我們的tracking numbers啦 那我知道木結他一開始是選了維修的 那他最後就沒有弄到啦 直接退回錢給我的 那直接退回木結他的價錢啦 那fullman就會給我們兩個建議 那第一個呢 就是把我們的運費的價錢呢 就丟回到我們fullman的account裡面 那我們下次買東西的時候就可以扣回 那他就會email跟我說 他可以clean幾多歐羅給我啦 還有他有一句話就是 當我們買東西的時候呢 把那個東西打上去的時候呢 他就會扣回那個價錢的啦 第二個呢就是去回我們的銀行戶口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香港啦 那可能轉過來是又要收手續費 又要搞一大輪啦 那我就寧願呢 把它放回到我fullman的account裡 那我下次用就可以用到啦 那隔了十幾天之後啦 那他就email回回我 就說收到我支木結他啦 那隔了幾天啦 那他就直接把退錢呢 就退回到我的信用卡裡 那我覺得維修其實都大同小異的 最麻煩都是我們寄回去的時候 那有什麼想知呢 那就可以在下面問我 那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